佛子天地游记第一册 这个世界,群山环绕,宫殿楼阁凌厉在其中,建筑风格有点像明朝的设计,古色古香,中间也穿插,现代设计的建筑楼宇有点像现在的大雀城,全部建筑物都会发出金光闪闪,七彩颜色,有点像以前我在视频上看到的西方极乐世界盛景,但是又不像是西方极乐世界。 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广场,地上和栏杆全是白玉所铺成,空地上树立一幢很大的圆形楼阁,楼阁的屋顶边上有铃铛点缀在其中,随风飘动就会发出阵阵悦耳音声, 仔细一听,是一阵阵的念佛声传来,不久又换成师父的法音,就这样念佛声和师父的法音声交替传来,有菩萨随着念佛声时而轻声诵经,时而念诵师父的佛言佛语,整个环境,空气都清静无比,心灵境界都是处于空无中,世间种种烦恼皆不得饶, 这里就是心灵净土,将来修成,观世因菩萨心灵法门的众人都会接往此处,念佛,诵经,听法,在空中看时,净土实在很大,有菩萨往空地不远的池边走去,里面已经有几十朵莲花盛开了,有些已经大如车轮,这些都是在人间修得很精进,勤作功德的菩萨,虽然在人间还未入涅槃,天上的莲花已经大如车轮, 有些莲花已经盛开,有些莲花还是含苞待放,颜色各异,靠近一些,有阵阵的莲花香味传来,好文极了,非人间任何语言能形容,菩萨们在空地时而念佛,时而观看极乐净土的景象,只要菩萨一闪神,不能专心念佛,空中就有音声响起,菩萨们就会入定,低头诵经,阁楼里有菩萨在给童子讲法, 童子双手,何时礼拜菩萨,净土世界每天都会有曼陀罗花洒落,空气中满是清香,菩萨们就在阵阵清香里念佛,诵经,听法,在这里,所有菩萨都具足神通,足下生怜,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, 答,我们现在是不是能想到哪里就到哪里,思维和菩萨走路一样,想到哪里脑子就到哪里,这个地方就和西方极乐净土世界都差不多, 撒曼陀罗花,宋经,一个人,以后到了天上,没有烦恼了,天天修心养性,念念经,磕磕头,到处走走,就是踩着莲花走的,你们梦里去哪里,也是直接能去的, 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,265,2018年11月17日